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抄袭 顾水军 刷票房 满江红风波愈演愈烈 狗仔在天使正 大年初五 2023年春节总票房已经突破52亿 其中满江红意其绝尘 牢牢位居第一 满江红的成绩到底有多抢眼呢 在大年初二成功逆袭流浪地球二 拿下春节当票房冠军后 满江红便在未从冠军之座上跌落 截止1月16日12点27分 满江红票房已经达到19亿多 没刷新一次都呈现几万的票房增值 只是随着票房水涨船高的 还有满江红愈演愈烈的争议 在质疑投票房后 满江红又陷入了抄袭风波 抄袭风波 1月26日 满江红龙门标局登上热搜 网友扒出《龙门标局》中关于岳飞的片段 被指和满江红的剧情意外神似 在《龙门标局》中也写了一个关于岳飞的剧本 剧情和满江红十分神似 同样有感人 悬疑 还加入了足够的商业化 作为一部2013年的电视剧 剧情却预言了2023年的电影桥段 这显然不太可能 更大的可能是满江红借鉴了《龙门标局》 网友斥责满江红抄袭就抄袭 还预测 还嘲讽 易烊千玺专门演抄袭的电影 之前《少年的你》便是如此 还有人觉得 抄袭不是重点 是被讽刺的商业片套路 现在是票房冠军 事实上 满江红虽然票房高涨 但争议却不绝于耳 除了抄袭风波 还有网友爆旗 顾水军刷评价 狗仔还晒出证据 刷票房 曾曝光陆寒 疑似出轨的狗仔 超能摄影杨阳 晒出满江红刷票房的证据 狗仔晒出一则帖子 帖子里让网友去预约满江红的电影 并表示会报销50元 但是 需要约满场 拍视频 视频需要体现人很多 同时要加上影片介绍发视频 且视频两个月内不能删除 如此明目张胆的刷票房行为 让狗仔吐槽 这跟直播卖货一个意思吗 很难相信满江红的真实性 不少网友对此也嗤之以鼻 觉得满江红 这完全是顾水军刷票房 不止再赢了票房数据 还多了一大群 口碑粉 事实上 满江红确实还有顾水军 刷好评 和流浪地球2比起来 满江红的豆瓣评分显然略逊一筹 满江红的豆瓣评分是7.8分 超39万人参与了打分 其中五星率27 5% 星仅有2.5% 成绩相当不错 不过和流浪地球2 豆瓣8.2的评分 超41%的五星好评率 想必显然略逊一筹 有意思的是 在某购票平台 满江红的评分 却高于流浪地球2 满江红以9.6的评分高出 流浪地球20.2分 和豆瓣评分呈现出相反的局势 随后有网友扒出疑似满江红 顾水军刷好评的动态 帖子让网友直接在购票平台点好评 而且要把在飞评下面的好评 都捞上来 一直往下点 越多越好 其实在此之前 也有不少网友斥责满江红投票房 明明买了流浪地球2的场次 却被高知因设备故障 只能退票或换成其他电影 之后影院工作人员表示 当天确实有一台机器出现故障 影院因为无法保证 第二天机器能维修好 只能取消排片 对此网友并不买账 因为取消流浪地球2的排片后 当天同时时段的同一放映厅排片 改为了满江红 正因种种质疑 网友才替流浪地球2鸣不平 流浪地球2目前的票房 也突破了17亿 作为备受好评的科幻片 流浪地球2口碑与热度均不俗 确实值得一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